EVC2401 嗨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介紹 EVC2401主機的使用 正常及異常判斷方法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示範正常時的狀態 這時候我們使用的是 滿電電池 先把蓋子打開之後 把電源插入主機 有箭頭指示的位置 把箭頭朝上 E指示插入 插到最底之後 旋轉 旋轉到底 把電源鍵開啟之後 會有B的一聲 且燈號正常 顯示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注意這個地方是反轉的功能 切到文字的地方 是反轉 反轉會運轉5秒鐘之後 就停止了 所以說當你覺得 為什麼割草機 轉了5秒之後 就停了呢 不妨注意看看 你是不是切到了反轉的功能 再來我們就上圖片 讓大家比較好理解吧 這次的異常狀態判斷教學 這次的異常狀態判斷教學 我們準備了4種異常狀態的判斷 我們會先聽一小段聲音 再教大家如何判斷它的異常狀態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第一種就是 閒置保護 簡單來說就是放太久了 這個時候 只要重新開機 就可以使用 這個功能 主要是提醒使用者 記得關機 避免電池沒電喔 那我們就 Speed up 大家可以看到 剛剛三個燈同時在閃爍 這就代表 閒置保護已經開啟了 這個時候只要將 電源關掉 重新啟動之後 就可以正常使用囉 第二個介紹的是 低電壓保護 可以看到 剛剛 電池低電量的位置 燈號閃爍 這時候 就代表電池沒電了 只要更換電池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如果想知道 電池電量 請參考之前的 電池教學影片吧 第三個介紹的是 過溫保護 可以看到 剛剛 過溫保護的地方 燈號閃爍 長時間使用的時候 機身的主機 因為過熱 造成保護程式啟動 這個時候 只要將主機關機 並放置在 陰涼處休息 5-10分鐘之後 重新開機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最後一種就是 過宅保護 可以看到 割草機的 過宅保護程式啟動 且燈號閃爍 這個時候 因為 遇到殘草問題 或者是 撞到石頭等異物 造成過宅保護程式啟動 這時候 只要放開油門 即可解除保護 如果還是保護程式 持續啟動 這時候 只要先將主機關機 前方障礙物清除之後 再重新開機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最後使用完之後 請記得將電源和主機分離 這樣可以更好的保持電池的容量 以及壽命 另外 邀請大家注意到的是 割草機跟電池 在使用完之後 要把電源線先移除 移除完之後再進行充電 這樣可以更好的 延長電池的使用壽命 還有耐用度 以上就是EVC2401的 異常燈號教學 如果出現沒有以上狀況的 異常情形 請與我們聯絡 我們會有專人替你服務 最後幫我們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接收最新的資訊 並把影片分享給你身邊的夥伴 那我們下一期再會吧 掰掰 按讚